那么上一节课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看了副词的构成,还有它的使用 我们知道了,是有这么两组副词的,一组是修饰形容词跟副词的 另外一组呢,是可以去拿来修饰动词和名词的 这个大家是要知道的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课程里面呢,远远将带大家看一下 副词在使用的时候,位置是怎么放的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简单的,就是副词,比如说修饰形容词跟副词 就直接把它放在它所修饰的形容词跟副词之前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之前已经说烂了的那几个例子 像这种,对吗? 这些全部都是非常典型的 修饰形容词跟副词的例子 那么我们就把这些副词放在形容词跟副词之前就可以了 那么再说就是副词修饰名词的那组也非常简单 就是副词加上de,后面加上名词就好了 对吧,我们修饰量的副词 修饰动词里面的那些专门修饰量的副词 加上de就有 像这些 像这些全部都是副词加上de加名词 所以说副词修饰形容词 副词修饰名词都是非常简单的 没有什么好讲的 但是副词修饰动词呢 它的位置就比较复杂一些了 首先一点就是它在修饰变味动词的时候 你可以认为变味动词是一个句子的心脏是最重要的部分 那么它在修饰变味动词就等同于在修饰整个句子 尤其是你感觉到有一些副词是全局性的 比如说 像这些都是全局性的 像这种全局性的 我就位置非常自由 可以放在句首 可以放在句尾 可以放在句中 对吗 那么如果它跟这个动词之间的关系 真的是非常的密切 而不是一个全局性的副词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更倾向的把它放在句中 具体的位置呢 就是放在变味动词之后 注意一下 我说的是变味动词之后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吃的太多了 我昨天晚上吃的太多了 这个句子里面啊 我的变味动词是谁呢 那么你就要思考了 我吃的太多了 我已经完成了 我这个地方应该是用一个bassi composit 那么这个变味动词 究竟是主动词 还是原本的那个manger呢 应该是主动词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个 是主动词 所以像这个时候呢 它既然要放在变味动词之后 它就要放在主动词之后 我们通常会说 moi j'ai trop mangé hier j'ai trop mangé hier ça va voilà 你说圆圆我可不可以说 j'ai mangé trop hier 准确的讲呢 你也可以这样讲 只是说呢 我们会发现在口语中 大部分的法语母语者 都会把这个 trop也好 不哭也好 放在主动词之后 甚至是说所有的副词 你都可以放在主动词之后 只是针对于特别一些长的副词 比如说超过三个音节以上的 prémièrement généralement généralement 是五个音节 对吧 你可以把它往后放 但是即便是五个音节 你说我硬要放在变味动词 也就是主动词之后 也是可以的吗 也是可以的 所以变味动词 它在修饰变味动词的时候 放在变味动词之后 才是它最核心的位置 知道吧 这是奇异 那另外一个 就是说副词修饰 其他的未变味的动词 比如说动词原型的时候 它应该怎么放呢 其实大部分时候 我也可以选择 直接放在它所修饰的那个动词 无论是变味 还是什么有变味 直接放在它所修饰的那个动词之后 即便是动词原型 但是呢 我们法文中有个规则 就这么规定的有一条说 如果你想要对这个副词 有一个强调的这个意义 有这么一种想法 你就可以把这个副词移到动词之前 动词原型之前 比如说这个句子 我要快速的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在这里啊 我其实是在强调快速的这三个字 来告诉别人 我要以这种方法去解释这个问题 对吧 这个时候 你看我的vite就放在前面了 那么类似的用法呢 我们还有很多常用的 这个副词 比较常用的 bien mue 还有这个 像这些我们都可以把它放在动词之前 因为它们也是比较常用 我们的习惯是这样 尤其是bien和mue 我们在说你要好好的学习啊 我们自身就把这个好好的 其实就有加重点符号这种感觉 你要好好听啊 像这种 我们就是在强调好好的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bien mue 通常也是要出现在动词原型之前的 sava 那你说我要把它放在后面可以吗 也是可以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以下几个句子啊 比如说第一个 他非常知道怎么表达自己 知道怎样去做 我们可以使用动词savoir 我们可以这样讲 il sait bien s'exprimer 我要把它放在savoir 之后il sait bien s'exprimer 他是修饰savoir的 对吗 再看下面这个句子 他很好地完成了他的工作 我们可以这样讲 il a bien fait son travail 在这个地方 做得好 我修饰做的 但是他很好地做了他的工作 他是已经完成的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说 il a bien fait son travail 下面这个 他很快地完成了他的工作 这个时候呢 我们没有用好 我们用是快 我们可以使用 rapidement 对吗 你可以说 il a bien fait son travail 你也可以说 il a bien fait son travail 在这两个位置上 都是可以的 il a fait rapidement son travail 或者是 il a bien fait son travail 下面这个句子 我要求你好好的 听我说话 这个句子该怎么说呢 好好的 听我说话 我们是在修饰 听我说话 对吗 那这句话 我们就可以这样讲 说 je vous demande de bien m'écouter je vous demande de bien m'écouter 因为这个地方 好好的 是修饰 听讲的 对吗 听讲 听我说话的 所以他放在这个动词的周围 再看下面这个句子 我会很快地 写一个句子 很快是修饰 写的 对吧 所以这个句子 我们可以这样去讲 je vais vite écrire une phrase je vais vite écrire une phrase vit是比较常用的 我们通常也是会把它放在 动词原型之前 再看下面这个 它比你的年纪大多了 我们可以使用agir来修饰 年纪大的 更大 我们是用什么的呢 我们是使用 plus来修饰agir il est plus agir que toi il est plus agir que toi 我们在这个地方 也可以需要另外一个 副词去修饰plus 我们通常口语中会说 il est beaucoup plus agir que toi 下面一个句子 他仔细地检查了所有的必要文件 我们可以说 il a soignusement 他仔细地 soignusement verifier tos les documents necésaires 大家说一下 soignusement 你可以放在 主动词之后 也可以放在 verifier的后面 你可以说 il a verifi soignusement tos les documents 或者是 il a soignusement verifi tos les documents voilà 这个呢 就是 副词的位置了 你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